大家好,这里是基督城,基督城的天气真的超级棒 基督哥今天约了同事,准备一起去山上跑一圈 刚刚等到了我的同事Jackie,这会儿我俩准备开车往山上跑 今天在开车的过程中,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年龄的问题 顺便我也希望能把这条视频献给我的妈妈 因为在我新西兰生活的这么多年中,这里有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 就是很多本地人他们认为年龄真的就只是一个数字问题 因为你想一下,除了人以外,其他的动物 他们的脑子里会不会有年龄这样一个概念呢 我估计他们不会有 所以说年龄真的只是存在于人类脑子当中的一个数字 这里我不得不拿Jackie来举例 就是今天跟我一起骑车跑山的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士 他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 就在前几个月他买了他人生的第一台摩托车 第一台买的就是哈雷 当时我们这边很多人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其实我想说的是在我们传统的概念中 尤其是中国人的传统概念中 我们总有一种概念就是在适当的年龄去做适当的事 其实我想问的就是人生真的是可以以年龄去划分适当的时间段 去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吗 虽然我是从小在中国长大 受着中国的教育 但是我个人对我们年龄的这种认知我是不赞同的 我自己就是在我二十七岁的时候 当时我的朋友都选择了结婚 我来到了新西兰 在新西兰的这八年生活当中 我自己觉得生活的还是很充实的 我并没有觉得年龄给我国外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和影响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其实并不要被年龄所束缚 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总是拿年龄去作为自己的里程碑 对于我来说人生更像是一个找寻和认知自己的旅程 我只会把我的里程碑定在我对生命和生活有不同的认知 或者说有更深刻的认知 我不会用年龄去做划分 其实人生无论精彩与否 结果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 这会儿好像JK的同学又开丢了 我这会儿决定先不聊 先回去找他一下看看 未经许不最后 再试试一次 你摆了嗎? 你摆了嗎? 我摆了嗎? 我摆了嗎? 你摆了嗎? 你的腦了嗎? 你摆了嗎? 你屁的乎嗎? 你摆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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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平日亮的 是吧 我摆了嗎? 我能不能够够够够的 如果你不够够够够 知道怎么办 你只能够够够够够的 对,我必须要够够够的 我必须要够够的 我必须要够够的鞋子 我认识,因为我等待 我认识,因为你应该要有一个车 我认识一车,两车,三车 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 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 我认识,我认识 你没事吗? 你害怕吗? 没有 好 需要很多人害怕我,George 你哪里要往? 往上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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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你转,你从来 你从来的车 你从来的车 你转的车 你转的车 但我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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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坐在你的旁邊 我會移動 是沒有人嗎? 所以你開啟,開啟的駕駛 所以駕駛的駕駛,你感覺到駕駛 所以你可以開啟,開啟,開啟 開啟的駛 叻 matte是在嘴,開啟聲 熟了不,鼻子 觸動的駕駛 服的駕駛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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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儿终于又上路了 然后我只能对Jeky说 cross finger for her 我接着我们刚刚的话题继续聊 其实我现在是怎么理解年龄这个问题的呢 就有点像平时生活中看表一样 其实它的意义并不是很大 就拿我刚刚看Jeky跌倒来说 其实人生的经历并不是在于你多大 而是在于你究竟经历了什么 人生的整个过程就是不停的去失败 然后不停的去练习 然后最后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地方 我觉得这才是人生的一个意义 而不是说要在特定的年龄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就是说在一些特定的年龄去达到一个状态 就像人生就像旅游一样 无论你是坐飞机还是坐船 还是坐火车 其实你这个就是这个旅程的意义 意义只要你到达了终点 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到达的 第二个就是你沿路经历的什么 这一路的风景和你的感受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并不是说把眼光举卸于年龄 好这次我决定让JK骑在我的前面 这样的话我想就不会再把他跑丢了 最后我接着聊 其实有的时候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人们总是把目光放在年龄上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是一种 对于恐惧的一种行为 其实想一想每一个孩子们 就是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 我们对年龄是没有多少概念的 我们可能唯一的概念就是 每年到了过生日这天会有礼物收 可能会有好吃的 但当我们开始意识到年龄的时候 慢慢的我们的行为也开始变得循规蹈矩 然后很多自己的行为也会因为年龄 去限制我们的行为 所以慢慢的 我觉得当我长大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开始变得不那么开心 因为总觉得自己没有达到自己所在年龄应该有的一个状态 但是当我到了新西兰以后 我开始重新去反思 因为这里你会看见很多人在很老了还会去学习滑板 这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应该把年龄当作是一个工具 而不是说让它成为一个束缚我们的概念 好了最后我们终于快到山顶上的这家咖啡馆 现在我就不跟大家聊了 我准备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咖啡馆周围的环境 好,现在我就在山咖啡馆周围的 大家好,我现在就在山顶咖啡馆周围的 然后这里是我最喜欢的咖啡店之一 在基督城,然后这边风景超好好的 带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的车就可以停在下面 然后今天天气也超好 好,睡醒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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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